你那视频让我有生理反应 你能赚几个钱啊 练宗里的普希男有多让人吓头 某党虽然相亲节目上 身为钢管吴老师的女嘉宾 成得上名副其实的乖乖女 我不抽烟 二我不喝酒 三我不泡巴 人又会做饭 又会打扫卫生 水料男嘉宾姐因为职业 就当中大一步惭 恕我直言啊 我diss了你的视频 臭啊还是这么的 不是 你那视频让我有生理反应 生理反应 我要吐了你知道吗 45秒一直在转 越看越晕越看晕 听完这几句奇葩发言后 其他女嘉宾看不下去了 你讲话可以尊重他一点吧 一个女孩子不会想让别人觉得说 自己视频让人想吐的 我是说视频录得不好 我觉得有点强行少不为 但他依旧死心不敢 还愿说也得劲儿 不是那么熟识的男生 在我的面前 讲任何有性暗事的话 我都会觉得会非常不尊重 你说你有生理反应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就算你没有那个意思 我接着就说了我要吐了 但是大家会有误解 你明白吗 那这是你理解的意思 那是我们的问题吗 你的行为带来的事实上 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不负责 我们没有负责呢 没想到他跟我们关 但是你就一直在说说说 然后我们后来和男嘉宾 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 这么多文贵哥的 然后我说 想不想我们速管他妈 美女姐姐只想听一句 真诚的道歉 没想到给她急到跳脚 我的道歉 你不能不接受 凭什么呀 那你就别接受 玩笑要开在尊重的前提上 好 你告诉我 刚才那天不尊重你了 在公共场合说这话 故意压我 我是一女性 刚才我哪天电影压你了 那你这不是就跟我交进了吗 没有 我不想跟你交进 我刚才已经给你抬肩了 想吐是给我抬肩了 我说的是 刚才你进来 我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我给你道歉 我说你就一直这么拱火 你说 爱你 爱你 我 我没砸了 你跟我砸啊 最后了解完书杯的 准时想法后 小爱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一直在压我的火 这女孩不识斗吗 我将来又给她道歉 我只会认同 皮我牛说我 你就是一个破条坑口舞的 你能赚几个钱呀 你可以不捧着我 但是你不能这样激我